两千三百三十四集 阴战略有一些深意地 看向张又安 他暗想 哼 这突击队不是你调动的 除了事与你无关 你自然不在乎了 他公共身子继续 冲楚西连劝道 如果上面的人追究下来 我们怎么交代呀 交代个屁 楚西连冷横一声 仰着头部谢说道 哼 你还以为他是军情处的影灵吗 他早就已经被逐出军情处了 现在屁都不是 不错 或许放在以前我们动不了他 但今时已非往日 但何家荣不过是一介贫民 张又安沉着脸说 他胆敢大闹我们的婚礼 并且袭击老楚 我们将其击毙 也算是合法滋味了 何止是袭击呀 他分明是要谋杀我 楚西连捂着沉闷的胸口 神色很利盗 对 谋杀 谋杀 张又安立马点头 行了 按照我的吩咐吧 另外 马上找人送老爷子回去 楚西连沉声说道 是 阴战再无多言了 立马点头 接着叫过身旁的几个手下 低声吩咐着 让他们把人群疏散 随后他走到楚老爷子身旁恭敬说道 老爷子 你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和长官在 老爷子皱了皱眉头 忘了儿子一眼 也没拒绝 点点头说 记住 何家柔你们怎么处理 我不管 但是 不许伤到云喜和云威 他知道 事已至此 这个婚礼是绝对不可能继续的了 至于其他的事 既然他已将家主之位交于儿子 那自然 由他儿子全权处理 您老放心 我用脑袋担保 殷战郑重地点点头 楚老爷子 这才点点头 从众人的护送下离开了会场 随后 殷战将其他的手下 将宴会厅内宾客全部都疏散 得知一会儿 要有拿枪的士兵出现 一众宾客脸色大变 也顾不上看什么热闹 迅速地朝着宴会厅后门撤去 此时楚云喜看到疏散人群后 脸色就变了 似乎他猜到了什么 急忙冲着父亲 急声说道 爸 你要做什么 楚西连扫了他一眼 接着 冲他招招手 示意他靠前一些 楚云喜立马将头凑过来 只听啪的一声 楚西连立马一个响亮的耳光 扇在儿子的脸上 怒声说道 逆子 都滚 滚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楚云喜摇摇牙 捂着火烂烂的脸庞 低着头没说话 您如果还想让我认你这个儿子 就给我把你妹妹领过来 楚西连怒声喝道 楚云喜低着头没吭声 站在原地没动 云喜 听话 快去把你妹妹领过来吧 一会儿子弹可不长眼 张又安低声冲楚云喜说道 什么 楚云喜听到这话猛然抬头 满脸惊诧地望着父亲急声说道 你 你要动枪 别说动枪了 只要能够让何家荣死在这里 我 不惜一切代价 楚西连沉着脸冷声 楚云喜听到父亲这话 脸色不由变换了几番 他颤声说道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你傻了吗 真的蠢到分不清敌我了吗 你难道忘了 何家荣是我们楚家的大敌吗 楚云喜咬了咬嘴唇 没有再吭声了 云威的婚事 他不满意 我们可以慢慢合计 不管你们兄妹俩怎么和我闹 关起门来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可是何家荣呢 他永远 他永远都是我们的敌人 说着他伸手拍拍楚云喜的胸膛 神色一柔 他于衷重心长地说道 爸这么做 爸这么做是为了你啊 这次何家荣自己送上门来找死 我们必须抓住机会铲除他 这个大敌一除 夜后就再没人阻碍你了 您是说云威的婚事可以商量 楚云喜双眼就是一亮 他急忙问 自己家人 什么事不可商量 楚云喜连沉声回道 说着他不动深色地 撇了张友安一眼 继续说道 云威 如果不满意义婷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夜红或者义堂合不合适 听到楚西连这个转折 张友安板起的脸才缓和下来 他们三个一个都不配 楚云喜扫了一旁的张义婷和张义堂 满脸蔑视道 张义婷和张义堂两个人脸色铁青 心中恼怒 但却不敢发作 这个以后 我们自己家人再慢慢商量 现在最紧要的是除掉何家荣 将我们楚家丢掉的脸面 重新找回来 好 楚云喜立马一点头 郑重答应了 双眼间陡然 寒光四射 狠狠地骚尸人群中的林雨 方才他希望林雨 将他妹妹救走来着 所以他才站在了那一边 现在既然他父亲已经妥协了 那何家荣对他而言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自然也就从联盟变成了死敌 这一刻 想起过往的种种 楚云喜恨不得他当场毙命 去把你妹妹带过来 我相信一定会跟你过来 楚云喜点点头 接着快步地朝着大厅中央人群走去 此刻林雨 已再次击倒了十多名保镖了 围在他周围的 已不足三十人 我不想伤你们 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他这么说着 并不只是不想伤这些保镖 而是他突然意识到 这里是京城啊 是楚西连张又安的地盘 长时间拖下去 对他不利啊 尤其是现在 他也没了军情处引领 这个身份的庇护 楚西连张又安 已没有任何的忌惮了 所以此刻林雨 想尽快地干掉这些人 不过这些保镖听到林雨 这话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仍旧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不要命地轮番朝他攻过来 趁着林雨自顾不暇的功夫 楚云喜快步地走到了 楚云威的跟前 一把拉起了楚云威的手 低声说道 快 跟我走 楚云威满是担忧啊 哥 我不能走 何先生他 放心 我自有办法救他 楚云喜沉声说道 你先跟我走 真的 楚云威不敢置信 瞪大了眼睛 真的 楚云喜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楚云威听到他哥哥这话 也没有多想 坚定不移 毕竟眼前哥哥为他 可能是把命都豁出去了 随后 楚云喜带着妹妹静止 朝着父亲所做的方向 走了过去